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德国前跳台滑雪名将,严护城冬奥会冠军汉飞接受了中心设计者视频连线专访,畅谈对北京冬奥会场馆和测试赛,冬奥在人文交流维度意义等问题看法。汉飞表示,无论是在跳台的现代化程度,还是选手的备战水平方面,中国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相信这将是一届精彩的冬奥会。 在跳台滑雪项目中,北京冬奥会首纲大跳台和重礼太子城跳台滑雪场地两处场馆引人注目。汉飞对此赞不绝口,他表示,重要的是比赛结束说完再见后,并不意味着整个场馆的规划就被数值高阁,而是考虑到了后续如何继续利用这些冬奥遗产。 谈及德国跳台滑雪运动员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情况,汉飞介绍道,运动员熟悉他们将要投入比赛的场地和跳台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汉飞观察到,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中国大量摘金,而参加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自然也付出了同样多的汉水。 但是,我认为,我认为,在东京冬奥运动员的冬奥运动员,如果中国大量大量摇,你会知道,你会在冬奥运动员的冬奥运动员的冬奥运动员。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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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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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谈及冬奥对于人文交流的意义,汉飞表示,当各国运动员待在运动员村时,总是有连欢性质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上 运动员们能够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这比单纯的见面问号要更加深入 也更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和我一直以为了 一样的超级运动员 与我经常在感参与的活动员 和我现在见到 我们感参与了 我感参与的活动员 我感参与您的活动员 和我感参与您的活动员 我感参与您的活动员 至于是然后活动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